古代有这么一个教派 传承1800年 只传承到63代 该派就是龙虎山上的张天师家族 经历无数帝王 看过朝起朝灭 道派屹立千年不到 天师为何只传到63代 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趋势 沐鱼来给大家讲讲张天师家族的传奇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 形成了三大哲学体系 分别是儒家 道家和墨家 其中道家和儒家长期并列 贯穿了整个中华文化 老子几古圣先贤智慧思想之大成 总结了道家思想的精华 形成了道家流派学说 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 称之为太上老君 道家思想也被称为皇老之道 老子传播道家理论思想 道家思想传承了2000多年 后人不断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楚汉争霸 张良帮助刘邦建立西汉 是西汉的开国大功臣 张良是刘邦的谋士 沉迷于皇老之道 他不贪恋权力地位 晚年的张良云游四海 集中经历研究道家学说 张良去世之后 他的后代接着传承道家思想 西汉灭亡后 刘邦的儿子刘秀建立东汉 到了东汉末年 道家思想风靡 出现了大量的道教组织 张大顺是张良的第七代传承人 是张良的狂热粉丝 非常痴迷于道家思想 张大顺有一个儿子 取名为张灵 后人都称他为张道灵 张大顺好神仙之术 希望张灵可以继承和发扬祖先之制 登灵成仙 张灵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 创立了道教组织 开辟了道家天师道 道家思想以天师道的形式 得以传承千年 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 都会有一个非常传奇的童年 张道灵也不列外 一目十行这样的描述 都不能形容他 完全就是聪明绝顶 后来进入太学读书 在太学的学习之旅中 张道灵读万卷书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他和太学中的其他学子不同 别的学子都刻苦钻研如学 张道灵却认为 儒学不能解决生死这个问题 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 张道灵离开太学 放弃儒家学问 研究黄老之道 之后张道灵被朝廷任命 到江州做官 江州是现在的重庆地区 多山川河流 从前千刻骚人 多汇聚于此 是一个非常适合 思考人生的地方 无心做官的张道灵 不久后便辞官了 他开始专心修道 不问世事 汉朝非常珍惜张道灵这个人才 多次派人去请张道灵 想聘请他为太傅 根本无意试图的张道灵 是请不动的 他的追求和晚年的张良一样 希望游历山川 求先问道 一直漂泊无所的张道灵 带着自己的徒弟 来到了江西的云锦山 好山好水好地方 云锦山是一个非常适合修道的地方 张道灵在此处定居 开始寻找解决生死的答案 修道炼丹两不误 神乎其乎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发现云锦山上有龙虎出现 所以后人把云锦山称为龙虎山 从此以后 江西云锦山就成了道教圣地 汉顺帝时期 张道灵为了扩大影响力 广收门徒 道教在各地风靡 张道灵趁此机会创立道教 尊老子为道教祖先 道作为他们的核心思想 入教有一个规定 每人需要教五斗米 所以道教通俗地被称之为五斗米教 张道灵创立的道教原名为正义蒙微道 又被称为天师道 张道灵被尊称为张天师 张天师家族正式成立 传说张道灵活到了123岁 张天师临终之前 把丹药都传给了长子张衡 道教最重要的展现二剑 和阳平治都公印都留了下来 叮嘱张衡要世世代代承袭他的精神 这些不仅是传家宝 更是身份的象征 这些东西会随着朝代变迁 一直传接下去 张道灵去世后 张衡承袭他的一波 成为第二代天师 这个张衡并不是东汉的天文学家 历史上对他的记载非常少 他没有特殊的贡献 只是张天师的传承人 但是张衡的儿子张鲁 却非常有名 赤壁之战后 刘备想要夺取益州地区 他有两个非常难对付的敌人 一个是刘章 另一个就是盘踞汉中的张鲁 在三国演义中 张鲁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色 但是在道教历史中 他却有着非常高的成就 张鲁把道教理论运用在汉中地区的治理中 汉中犹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陶原 张鲁把道教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治理的方法非常的奇特 用教法治百姓 人都会犯错 但是犯错是可以被原谅的 老百姓如果犯错 可以被原谅三次 如果超过三次就会受到重罚 这种治理方式 效果非常不错 汉中在张鲁的治理下 社会安稳 百姓安乐 公元215年 曹操率十万大军 南下夺取汉中地区 曹操占领汉中地区 张鲁在汉中百姓中的威望非常高 曹操没有处置张鲁 反而封他为浪中后 张鲁离开汉中地区迁到了叶城 促进了天师道在中原地区的发展 但是张鲁也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 到了南北朝时期 天下战乱不断 乱世难生存 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 都加入了张天师家族 道教到了唐朝开始蓬勃发展 李渊建立大唐 天下改姓李 老子原名李尔 所以唐朝尊称老子为先祖 道教在唐朝受到了朝廷的器重 唐朝皇帝多次召天师 道教在唐朝的福利简直不要太好 唐朝不仅免除了龙虎山附近的赋税 而且还会每年封赏天师 有了朝廷这个大靠山 道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成功的教派不仅靠朝廷的支持 他一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能够延续1800年的历史 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